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没听说他恋爱和结婚 突然间儿子都有了 而且儿子还挺大了 那么陈坤到底还会不会结婚呢 其实陈坤这些年一直在默默守护着一个女人 那个女人就是董洁 董洁曾经被誉为娱乐圈最清纯的女星 可是随着出轨事件的爆出 董洁的女形象不复存在 而他与潘月明的婚姻也随之结束了 虽然董洁又错 但是陈坤却从未责唤过董洁 而是一直默默的照顾他心疼他 这些年陈坤一直保持着单身 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儿子 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董洁 他一直希望和董洁组成一个新的家庭 刚好他有儿子 自己也有儿子 两人又认识多年 婚后的生活一定是幸福的 只是董洁会答应吗 最后 你希望董洁和陈坤从友情升华成爱情吗 欢迎大家留言评论哦